我們今天會先延續昨天談到的雲端應碟 我們把昨天談到的雲端應碟的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我們昨天講到雲端應碟是一個像大廠的那種概念 它也可以放資料,它也可以有程式的功能 那假設你今天有一份資料是要做簡報 我想簡報它可以是,就像我現在這個就是一個簡報 因為要跟大家做報告,所以我就做一個簡報的形式 簡報它一定是字體比較大,然後文字比較少 因為它主要是呈現重點、重要 它跟文件,像會的這種文件有一點差別 那你要做簡報檔,我們平常在電腦上要安裝簡報的製作軟體 像微軟的話,你就要安裝它一個叫DVT、PowerPoint的軟體 但是那個軟體是要選的 而且有時候你隨便移動的時候 比如說你出國還是到什麼地方去 你怎麼想要修改或閱讀這個錢包來 如果沒有軟體的時候怎麼辦 那Google它有做了雲端的這樣子的功能 就是可以這樣你直接用雲端 它的我們講到它的雲端詞的時候 來對於簡報檔做閱讀、流浪跟製作 那所以我們會第一個主題談這個 然後第二個主題我們會談所謂的Google 那Google的Google就是所謂的Google Plug 它就是一個我們字幕叫網子 網路的日誌或網路的文章記錄 好,那我們在談Google 評論音樂上面 我們也去用昨天 你新建的Gmail的帳號 我們來使用 好,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會 這個需要先打開我們的 游覽器 Chrome 我們再說明一次就是 你要利用Google的提端功能 我們建議你盡量使用 Google的 Chrome這個游覽器 因為它上面會有更多整個的部分 那我們大概有一個習慣是因為 你永遠在學習的時候 都是在電腦教室 那電腦教室的網路功能都是 學校或是別的單位已經放一趟還好 但是你自己在家裡的時候 你要保證你的網路是成功的 所以有時候 網路的這一方面 一些連結的知識 也是要注意一下 那例如說我現在 進入到這個 Chrome 然後我們正常呢 我們應該是 我先把我基本的東西推出 那我們這個 Chrome Chrome 在這個上面 它有一個 這一個位置 我們稱為叫做 我們劉南的網頁的標籤 好像我們現在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標籤 像這個這麼多標籤 我可以直接把它刪除掉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點一下的新證 一個新的標籤 好 那 假設 你一開始使用 Chrome 的時候 那你就新增一個標籤 那就多了一個 網頁的空間 可以拿來 流染網頁 那我們講過說 你就在流染器的 網子列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網子列 你就打個 G-O-O-G-L-E 那你按Later 然後你就會記錄到 我們講的Google的首頁 在Google的首頁這裡 你當然你要選擇 登入你的帳號 那這個地方就有一個登入帳號 這個位置 那就點登入 然後選擇你的 當時帳號的名稱 跟它的密碼 那像我們昨天 因為這部電腦操作過 所以它存在了 如果不存在的時候 你就點新增帳簿 然後在這個地方 輸入你的 G-Mail的帳號 也就是所謂的G-Mail的信箱 那 例如說昨天我創造的是 這一個 這是我昨天在我們教室 這部電腦 這個建立的信箱 那這個地方 小號碼 我們就可以不用當了 那我點了這裡 然後 輸入密碼 然後 然後我們就進入到了 呃 我的帳號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你的帳號 已經存在這個位置了 那 我們接著下來 你就是要用 所謂的 雲端硬碟 好 那一段硬碟 很多基本功能是供應在這裡 好 那你現在看不到雲端硬碟 它會點更多這裡 好 底下是沒有雲端硬碟 如果你有看到雲端硬碟 在這地方 你就點雲端硬碟 那沒有就是點更多 會下拉 好 這個選單 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有機會 也可以講其他的功能 好 那部落格在這地方 好 那我們進雲端硬碟 好 好 那雲端硬碟 竟然是長這個樣子 好 昨天 我放了一個 TEST的 資料講 好 就是在這邊建立 然後就建立的資料講 那所以我們談到 雲端硬碟的管理很像 打案重管 那我們呢 我們想要來嘗試一下 你怎麼利用它 來編起一個 檢報檔 好 那 檢報檔的編輯 你就是從建立開始 好 我們想建立新的檢報檔 你就點建立 好 那你建立這邊可以看到 好 你也可以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 好 你可以選擇 脫移 滑鼠 那你說 我可能想要選擇 成為這一個 叫做 步驟 這一個 簡報 我就點這一個 好 那 那 像我們的習慣 就是 你點一下 你是選擇 它 那我們想說 我就直接要它 我就 大部分這個 我就點兩項 那我們就可以 開始 建立新的檢報 所以 第一頁 檢報的手印 好 就在這邊可以讓你 輸入 你的標題 好 你的這個資料 好 檢報 我先說 在座的我爸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還是很快的說明一下 簡報一般的概念 那我就回到 我回到剛才我們的這個投影片 那投影片是在下面這裡 那麼 如果你有時候很習慣 用鍵盤 你也可以按 按這個LT TAB 我可以直接跳到剛才那個視窗 好 這個簡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的簡報 就是你打開的時候 這個是 微軟的 PowerPoint的簡報 你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 我們在右下角這裡 好 右下角這個地方呢 你會有你的 顯示的 這一個 你在 簡報處理過程當中的 顯示的 形態 像我們現在這個事 叫做編輯形態 所以它 左邊是 有每一個簡報頁的小圖 然後 右邊就是你所選的 這一個簡報頁的大圖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 修改資料 好 例如說 我點這個位置 然後修改資料 好 那這個流暖的方式 我們還有一般一種 請你點一下這個地方 好 這一個位置 是叫做投影片 流暖 好 你點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是把 所有的投影片都做成 像 算快 給你很快的流暖 那你如果想要看得更多 你就可以拖以這邊的大小 把它變小一點 你就 同一個畫面看更多的 好 簡報頁的小圖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流暖 那流暖的好處是 我可以隨時改變它的順序 例如說 我這一頁 應該呈現的時候是 要呈現在第三頁 跟第四頁的中間 我就把它拖移過來 好 那你就改變它的 簡報的呈現順序 好 所以你看這個 流暖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做整個很快的流暖 整個簡報頁 所有的簡報頁 然後再做 練跟處理 好 甚至你可以 我想要在第三頁跟第四頁的中間 我想要再插入一個新的簡報頁 我就點一下 好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簡報頁 新的投影片的理詞 好 在這裡 那這個是它的好處 好 那剛才我想要 回覆到剛才我的變更 你就點這一個 好 那我已經把它變更回來 變更回來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簡報 簡報檔案 有所謂的第一個 我們稱為叫做簡報的首頁 其他的 就是簡報的簡報頁 第一個簡報頁比較特殊 就是因為它放了我們要做的報告的主題領稱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一下 第一個簡報頁 它的格式 會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它有這樣的一個標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主獎的單位跟人員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叫簡報的第一個簡報頁 首頁 那其他的 所以我們一個簡報檔就會有分兩個部分 那一樣呢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裡 我們回到Google 我們採用瀏覽器 這個是一個瀏覽器 比如說這個軟體 是不用安裝的 但是剛才我看的這個軟體 這一個軟體 是需要 你要花錢買這個軟體來安裝的 這是微軟的 PowerPoint這個軟體 你要花錢買來安裝在你的電腦上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零端 簡報製作的這個功能 是標花錢的 你只要你的電腦有瀏覽器 你就可以製作簡報 那瀏覽器是現在所有的電腦 都會存在的 因為所有的電腦 包括你的手機 你的電腦 都會有瀏覽器 所以表示 你用瀏覽器來做這個功能 是標型的 所以它的差點在這裡 那我們剛才操作到這裡 新增一個簡報檔 所以它第一個 是叫做簡報的手頁 它長這樣 這個地方讓你放 你今天要做的簡報的主題 標題名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會放你的 竹江城的名字 這是第一頁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做編輯 在這邊做編輯 打入資料 好 例如說 我在這邊 我就彈 我就輸入這個 中文字 我想 我輸入介紹 我輸入介紹 那我輸入介紹 好 那我輸入介紹 好 那我想彈到這裡 你們自己先 在你的電腦工作 到這個 這個步驟 好不好 好 那已經會有 我幫你用 可以輸入賣 那如果 還不會呢 這個就要 你自己問一下 然後我持續手 我們會跟你講 心理動 你的電腦操作一下 所以第一個步驟 你要選擇你的GPL的帳號 好 蛤 GPL的GPL的帳號 那我們昨天 有沒有哪一個 舉手 昨天沒有哪一個 那會不會 你們有沒有GPL的信家 有沒有GPL的帳號 有號 就進去 他沒有的 可以趕快創建一個 那不會的就舉手 好不好 這個如果大家都 先能夠建立一個 基本的簡報檔案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怎麼做其他的 簡報頁 好 好 那我覺得 你的帳號 你的 等一下 好 這個呢 請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有了第一頁 那你想要做第二頁嗎 那第二頁 表示你就是要 新增投影片 也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簡報印 那 我們有兩個地方可以新增 一個是在插入這裡 一個是在投影片 這個功能表 這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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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所講的 這個主功能 主功能表的地方 它有 檔案功能表 編輯功能表 檢視功能表 插入功能表 都以為功能表 那你可以選擇插入 功能表 這邊有一個叫插入 然後新投影片 那麼它就會在你所選定的 這一頁的後面 插入一個投影片 那你看這兩頁的 固域不太一樣 這個是簡報的首頁 簡報檔案的首頁 這是簡報檔案的內頁 它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是某個角度 你可以知道 它們發現有一致性的 這一種 固域的形式 那這一頁呢 你看 我們以後的簡報頁 它的結構 第一個就是 你這一個簡報頁 所想要談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簡報頁 這個主題底下 主要介紹的內頁是什麼 在這裡 那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換它的 這個結構 那個呈現的固域 樣式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好 例如說我針對這一頁 我想要看別的 就按右鍵 按右鍵呢 你看到沒有嗎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在新增 新頭裡面 它就會在它的後面 再加新頭裡面 或是你把這頭裡面 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 張天到什麼地方 就多了一份 這樣子的頭裡面 那也可以把它刪除掉 那我們要的是 希望變更背景呢 還是你要把版面配置做 新的版面配置的套用 那我們現在要做這一個 套用新的版面配置 它就有這些不同的版面配置 這樣 我們現在它給的是這一個 它現在給的好像是這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就是有一個 頭影片的這個 現在這個頭影片的這個標題 然後能介紹的地方 那你可以換成這一個標題 然後它有所有兩邊 或者是有兩單的 這種形式的頭影片 也可以換成不同的版面 就是這個 套用版面配置 那如果你很習慣用 微軟和PowerPoint PowerPoint的功能當然比它多 畢竟雲端的頭影片 這樣子的剪爆製作功能 它是擺在流氧器裡面 它不是獨一的一個完整的軟體 所以它有一些功能沒有那麼細膩 那這個是我們談到的版面配置的地方 那當然你可以說我要變更主題 變更主題 你就是把整個頭影片都換成 剛剛我們寫的這樣子的 這個主題 例如說你不喜歡這一個 你只要換這一個 那你可以選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那它整個就換掉 那一樣你要配置不同的版面 就在這邊寫 那有時候你是在一個頭影片 那些貼入比較大的資料 你就會選擇空白 就不需要有所謂的這個標題 這些哪裡搭配 像這一個呢 它還是有有兩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輸入整個簡報的 假設我們簡報是一個課程 那這個就是輸入課程名稱 那這個地方就是輸入一般的 什麼竹江澤的名稱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空白就是完全沒有這個 提心 那你當然你可以在上面 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等一下我們在那邊寫 好 那我們再試著看一下 頭影片可以公主表 你也可以再推新偵透影片之類的 那我們新偵透影片 好 那我換一個主題 好了 我們換這一個 它就有主題在這裡 然後主要兩篇可以輸入資料 那你要處理資料 我們的Google的零端簡報製作 它是在這個一般有一些配合跟你一般像微軟的 包括一個功能類似的 像這個就是指你要再增加一個新的文字 例如我們點這個 我們如果點了這個文字框 代表說我可以 你會看到它已經顯定了 顏色不太一樣 然後你移動後 我可以拉一個文字框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再增加 好 例如說我就打這個 這個 你可以在這裡打 打資料 那這一個資料 你可以把它標記起來 然後去改變 改變它的這個字體大小 好 這邊有一個叫更多選項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你如果用word 或是用palmet的能項 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針對整個的字 文字的部分 我去做大字 我給它做出題 或是給它做協題 給它做底線 或是我把字的顏色換掉 那就是在這地方 那這一個就是 如果你這個文字框框 你想要給它一個框框出來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處理 它就會有這個框框 那框框你要把它變成是虛線的 也可以 我把它換成虛線的方法 這就是虛線的方法 那你可以針對整個文字框做 填色 我把它填成這個顏色 那麼 這一些 都跟我們做 PowerPoint的簡報很像 只是有一些操作 位置不太一樣 那 好 這個是針對文字的部分 那麼我們也可以針對文字的部分 例如說我想要創造 這個圖片 在我的圖片裡頭 你就點剛才這個位置 然後插入裡面 那你 假設 例如說像我這個電腦 我如果有這個照相機 你可以直接照相機來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上場的方式 就是我把我的 這個電腦上 有的 你就選擇上場 那 我們就可以在我的電腦上 找到這個圖片 例如說我找到這張圖片 然後我說我要用它 好 那麼就會有這張圖片 你就可以去把它移動 好 你可以把它拖離 好 然後這個 四周的這個八個小 小黑點是可以讓你改變它的大型 好 那這一個是N比0 然後這個是變寬 好 那這個是變高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看到 你現在的 頭影片 其實在概念上 它是有三個圖層 我就像說 我現在手上有三個東西 那你現在看到從你的眼睛看過來 這個是在最裡面 這個是在2層 這個是在第三層 這個叫做土層 那我如果想要把它蓋成這樣 也可以 好 那麼 這一個地方就是這樣 例如說你現在看到這個圖字 壓在這一個文字框的上面 這個文字框又壓在本來 連來它的頭影片的這一些文字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關係 好 那這一個位置你是可以改變的 好 我們現在來幾個例子 我先把這邊的資料拿進去好了 例如說 我就拿一些資料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它的覆蓋方式 這個是最底層 然後被這個覆蓋 然後這個又被它覆蓋 好 就像我剛才講到的這一個 這一個 最底層 把它覆蓋上去 然後它又覆蓋它 好 所以有可能 你本來眼睛看到的眼睛只有兩個 是因為這一個 最下面的都被覆蓋光了 好 那你就知道說 我們在製作這個資料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圖層的概念 好 就像說你在看舞台上面的布景 它布景可以互相這裡 好 那 你當然可以改變它 我想要把它換到最上面 你可以改變它的 好 我現在選它 然後看一下更多選項 然後在 它有一個位置要 嗯 好 在這個地方 就是 我先點了 某一個 塗層上面的 固件 好 我們就說 然後這一個 呃 魚鬆 這個魚鬆的圖呢 它就是我們所講的 這個圖層的一個物件 我選了它 然後 點排列 好 這邊有運到排序 你可以移到 頂層 所謂的頂層 就是最靠近頂 眼睛看到的 好 那或者是上移一層 後一層 移到最底層 喔 你可以選它 像我把它上一層 所以 喔 對不起 我選這個好了 我把它上一層 讓它覆蓋 一層 所以我又點這一個 然後排列 排序 我們上一層 所以就變成是 反過來它覆蓋了一層 好 所以你在做 這種簡報的時候 你可以有很多資料 做這樣的變化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到 呃 你對於文字 好 然後你對於圖片 或者是這種圖層的關係 好 你可以 別排你什麼需要的 好 那麼 呃 即使簡報的部分呢 呃 它有許多這樣的功能 那 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沒辦法對它全部講 呃 都整個介紹一點 所以我們簡報先談到這裡 好 那一樣的我們會來看一下別的 好 那麼 好 來 當你簡報做完 你當然就想要去 流浪 所以你在這邊 有比較查看簡報 或是你點這裡 好 點這個 向下三角形 你可以看到 從頭開始查看 或是從 某一個特定頁 好 還是 看簡報的時候 顯示給你 別忘导 也有點像說 像現在喔 我是用這台電腦在做簡報 但是 你們看一下我的畫面 我的畫面 我的畫面其實不太一樣 好 那 變成說 以我的筆電來講 我有兩個螢幕 一個螢幕在這裡 一個螢幕在這裡 所以剛才講到的 查看簡報並顯示演講者備忘导 我們來查一下 好 那麼這一個備忘导呢 我現在把它拿到這裡來 好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小超 那個 觀眾看到的是 我的簡報頁 例如說 我現在盤下一頁 好 對不起嘛 換下一頁 當然是你的花鼠 你要先這裡 換下一頁 例如說 我給他撥飯 好 然後 然後在這邊 你就可以 可以換電 你可以讓他 好 我現在這個播放是 他會自動 時間到有多播放 那你當然 你也可以說 我要 好 在這邊選擇 你播放對不對 那你這裡 如果你有小超 你這兩者看的是小超 觀眾看的是 簡報的內容 這就是指 所謂的 我播放的時候 我播放的時候 你可以看 被忘掉 所以 那這種功能 一般 只有 筆電 因為筆電 它的設計 就是有 額外接力的 空影電的時候 因為筆電 有自己的螢幕 然後還有自己的螢幕 一般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桌機 當然桌機 你也可以接 這個單項出來 那你一定要看 怎麼設定 那設定的方式 如果 我這台影片 我是可以做 這樣子的設定 我就 我就 按了 你效果鍵盤的按鈕 它就出現 讓我選擇 我是延伸 就是變成兩個畫面 這一個畫面 是單槍的畫面 這一個是 另外一個畫面 那我就可以播 備忘表演 就是我的小超 那觀眾看的是 這一個畫面 那這個是 呃 我們的 呃 呃 名端 Google的名端 的簡報 你可以做到的功能 好 那我如果不播放了 好 這個我如果寫 這裡 好 那這個就所謂的 基本的播放 好 那個 呃 我們對 我們對 有關這個簡報 啊 名端的簡報 我們就看到這裡 因為它有很多細節的功能 是 我們這款課程 沒有辦法深入 每一個細節都講完 那 我們談到這裡 當然你都回到 呃 我們的 這一個 對不起 剛才我們 要注意到你的存檔 我們剛才做好的三頁 你當然你要想辦法去 說存檔案 因為剛才國中還沒有對它做 檔案名稱的設定 簡報檔案 你有做存檔的那個 檔名的設定 所以你要在這邊 我一般會選擇 重新命 好 在這邊 它把它預設的是 目標的簡報 你就在這邊要重新命 好 那你就說這個 剛才我們說這個叫做介紹 介紹 介紹 明明 關 然後 硬點 然後這個 簡報檔案叫做介紹 平端一切到一頓確定 好 那麼這個檔案的就存在了 你回到剛才 平端一切這個標籤頁 好 那 我們 看一下 OK 它就換名字過來 看到沒有 好 那你點它 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所做的 這一個 好 好 那如果 你要把這一個檔案 給別人 好 你可以 在這一個地方 按右鍵 好 你按右鍵 你就可以選擇 公用 好 把它送給你想要的 朋友 你用電子 郵件送出去 你就可以把這個 簡報檔案送給別人 好 它有 有這樣的功能 好 好 那我們要做的是 建立 獲得文件 就在這裡 好 這個是獲得文件 好 這樣子 獲得文件等下我們講 然後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你 剛才 我後段 我講的 簡報怎麼製作 你很快 熟悉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想 我們先繼續 指探一下 一段 Google 雲端的 一般像這種文書檔案 那是所謂文件的製作 那 剛才我們看到 你可以 OK 我現在整個再來一遍 就是說 我先把這個標籤給你換掉 好 好 這剛才 我這個標籤給你換掉 就是說 我們這種雲端的作業方式 會跟你們一般 在你的電腦上的單機作業方式 才跟它一樣 例如說 我們剛才談到 我想要增加一個過了那 那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現在的標籤頁 我把它縮小一點 好 我現在這一頁 這一頁 也是 這個瀏覽器 嘛 那我這個瀏覽器 現在的瀏覽器 都可以做到 多標籤 網頁的 瀏覽方式 你看 這個是一個標籤網頁 好 這個又是另外一頁 這又是另外一頁 好 這又是另外一頁 有很多頁 那我現在選到這一頁 這個地方就是很多 叫做標籤 那這個位置可以讓你新增加一個標籤印 好 新增加一個標籤印 好 那我可以把它關閉 好 這個查查就把它關閉 那你當然有可能不小心會把它關閉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不小心把它關閉 你就要記得 你可能只好重新登陸 那 我們呢 我現在只好重新登陸 那我剛才如果登陸過了 你有可能派成戰 好 看看有沒有這個 好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 你剛剛的部分派成戰 好 那 你看喔 我剛才並沒有真正的登出我的帳號 我只是把 不小心把這個標籤給關閉 好 例如說我現在不小心關閉 可是我還在 這個瀏覽器裡面 所以當我開一個新的一頁的時候 你只要點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其實你的帳號還帳 在這裡比較好聊 你的帳號還帳 那你怎麼叫出 你的雲端硬碟 好 我昨天講過就是在這個 這個很多的小磚塊這一個符號 它不是有出現叫應用層次嗎 你點它 那 你就可以選到雲端硬碟 然後就回到這個地方來 雲端硬碟 好 那我要建立文件 它會開一個新的標籤網頁 標籤網頁給我們工作 好 所以它這個概念會跟你操作過人的不太一樣 你操作過人跟在同樣一個四川 它不是它會開另外一個給你 好 那你在這邊工作你要記得存檔 好 那存檔會存到你的雲端硬碟 你的雲端硬碟是在這一頁出現的 好 這個地方是剛才拿 額外開一個工作的話 你也給你工作 你就可以在這邊工作 好 在這裡一樣的我們的這個 呃 這一種文書文件 它的重點就是文字為主 好當然你還是可以插入圖片 兩個之類的 好 那還有一些什麼特定的格式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在座 你不會製作為了這樣子的文書文件的舉手 好 好 我們都是有三位過半部手 其他的 都會的舉手 都做過嘛 好 沒有關係 你來做過 你只要大概知道我們這樣的原理 你要回去慢慢 慢慢摸索 你可以摸索得出來 好 那 這一個位置 好 記得你工作完要選單案功能不了 然後做重新命令 你把它存檔 好 好 好 那我現在很快的先做一個記憶 好 例如說我現在隨便拿一點資料 好 然後呢 我就把它存檔 好 我就重新命令 好 那我存檔叫做123 好 好 我就確定 好 那麼 當你這個存檔完以後呢 你變123 你回到你端一間這一頁來看 好 它 會稍微用黃錄 反應一下就出來 你趕快1 2 3 好 那我點它 它又開新的一頁喔 好 剛才我的工作是這一頁 它現在剛開始很新的這一頁在這裡 那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好 再去做 修改處理 好 那我把這兩邊去換掉 或者是反過來 你如果在你的名端印頁看到了這頁按 你也可以在這邊點個右鍵 點個右鍵 你可以選擇開啟必然 或者是選擇開啟公權 然後選Google文件 你就可以對它做工作 好 好 那麼 這個是我們在雲端的功能 好 它的作業方式呢 稍微有一點重要 我去做簡單的介紹 那反過來你也可以建立 試算表 就所謂的Excel 那試算表 它的法術是在做許多 譬如說像 我們如果平常 平常如果你要這個紀錄你的贊物 譬如說你每天 花什麼錢 在什麼地方 你的收入 你的支出 然後最後面你要做匯總計算 加點坤坤的換算 那個你會用四串表 你不會去用文件或者是簡報 因為他們的目的不太一樣 那它也可以做雲端的示範表 那這個是相對應我們 維滿的Office 裡面的Word Word 然後Apple 然後Excel 那這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就 談到這裡 因為我們的課程都很不在談 這個地方 那 反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你有了這樣的文件 那麼你能不能 在互領工作上 你用手機跟平板 臨時要看這個文件 可不可以 那如果你臨時要看 那我們怎麼看 例如說 我現在有一台 Android的手機 那我想要用Android的手機去閱讀 那怎麼辦 那我現在 通過這個 呈現的方式給你們看一下 到這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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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